但如今这个万灵叶的出现 却让她十分的惊喜 她是一个大夫 就算她不打算自己吃长生不老丹 也想要将她练出来呀 将震撼的眼神收回 江子生把目光放到第三件物品上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玩偶 干干瘪瘪的 样貌看起来似乎还有几分丑陋 替身玩偶 可代替宿主死一次 江子生读着玩偶上面的简单介绍 满意地挑了挑眉 虽然这玩意不好看 但还是很实用的嘛 有了这个替身的玩偶 她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这感觉还真是不赖 就算她不留给自己 到时给孩子做护身符也不错 主人 主人 没求拍了拍江子生的肩膀 指了指即将落山的夕阳道 你若是 不得拍江子生的肩膀阳道